看到振宇学院现在的这个样子 后会留下来了吧 不至于吧 耳豪还没有对冷子风抱一见之仇呢 是啊 这是我输过最不甘心的一场 真希望能再和他交一次手 讨回个公道 听我爸说 他过几天想招冷子风入队 姨父想要招冷子风进振宇啊 嗯 但是他的汪表 资料都全填错了 估计找不到人了 不可能吧 你想想 姨父的人脉 他想要找一个基建选手 是难事吗 也是啊 而且他既然参加了第一次比赛 就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啊 你为什么来看我们比赛 难道你也是分次 粉什么死啊 我是被我姐给拖去的 要不然我才不想看那些野蛮粗俗的比赛 哦 这么说来我得感谢你姐妹 把你送到我面前 哇塞 你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我突然想起来了 他除了去参加基建比赛以外 他还会参加别的比赛啊 闪电 哎呦我怎么没想到呢 找不到棱子枫 我们可以去找闪电呀 对 闪电驱乐祸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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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加基玛丽 快快快 先进 好 好 子枫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好 好 请问一下 你们这检济店还好好的 现在怎么就关门了呢 这的老板投资失败欠债跑了 债主告上法院 陈老板在机场直接被逮住了 厂子也给疯了 天要亡我呀 想击剑 比赛弃拳 想打拳 哥都管被端了 老妹啊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知道吗 哥以后就指望你了 一定要记住 特别能吃苦这五个字 因为哥把这前面四个字 做得非常彻底 这以后的范姐要归你管了 格斗馆虽然关门了 但是你刚好可以放下拳头 立地成佛 老天爷他都已经在凝视你了 你该转换跑道了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你说我报考个体育 怎么就这么多跳跳逛逛 都烦死我了 干嘛呀 干嘛呀 明天的事情 后天不就知道了吗 你现在刚好有一年的时间 练线了 慢慢攒积分 明年竞争于 他他他他 兄弟啊 兄弟啊 生活费呢也不用担心 你可以去送外卖 而且我可以跟我爸说一声 你可以来我们家拳馆当就练啊 就凭你上次打败群王猛虎的名声 估计来咱们家报名的人 得把门槛踩破了 是啊 哥 以前 都是你在照顾我们 现在换我们来帮你 如果你的愿望 是跟那个欧元哥一样的话 我们挺你 把啦啦啦 为了让耳耗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就算大海捞针 我要把你给捞出来